三名援槿壓制的一名援槿持槍戒備大聲喝齒 男子儘管掙扎但狼狽上鎬 他可是高雄之亂之首 汪洪直播主廉潛意 神奇落寞 雙手上鎬乖乖跟著援槿上了巡防車 廉潛意涉嫌教唆開槍被逮了 身上一直戴著最愛的金條項鍊 以及西裝外套 而其實被逮前他還在直播 後來後來我們就是賣 基本上很簡單 有什麼爭議等到 說明書來的時候 我們的律師會去處理 皮特一乾二淨講得乾脆 相較於直播的囂張模樣 對比被逮時差很大 被逮前連千怡一天開兩場直播 嗆媒體玩遊戲 甚至臉書破文嗆想要告人 無次破文兩次直播 以為警方真的完全不辦他 真的高層 當時就有講 千怡啊 這個有什麼問題 讓我們這個警方的執法 才會來處理 要好好做生意 你買賣關價的事情 我跟他出力了 其實亂玩高雄後 連千人立刻北上 早就借黃心友人住處躲藏 還借場地繼續直播 警方林業升起拘票逮人 而就在下午 他還PO文展現囂張模樣 祝大家發財 沒幾分鐘後就被警方上課 一句搞一搞高雄開槍衝撞 雜地樣樣來 連千人除了被逮 倉庫也被搜索 員工們各個被帶走 但應該否認又開槍 為什麼要開槍 是不是有什麼恩怨 開槍八名嫌犯都是 連千人員工被逮後 真正槍手還趕緊自首 想要跟連千人 趕緊做切割 但關鍵被起出大量的太陽 會徽章 在在顯示 跟黑幫組織脫不了關係 連千人之間有什麼恩怨 另一邊與連千人對抢的 重點老闆也道案說明 連千人之亂告一段落 但就怕警方奮力抓 又被檢方輕輕放 再度動搖高雄治安 接著 綜合報導